10月1號 局長 目前我們全球新冠肺炎的疫情非常嚴峻 想要在這裡就叫局長幾個問題 在疫情當中 台灣安全跟經濟上的變化 國安局有什麼判斷 然後沒關係我等一下會有時間 局長可以做一些說明或我們的分析結果 疫情過後我們的國際狀況跟台灣的安全 又是什麼狀況 疫情中跟疫情後 如果中國的疫情它的控制還有恢復 是早於世界各國又會是什麼狀況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土耳其對敘利亞現在已經是宣戰的狀態 大家都說他們背後有淫武者 不過這不是代言人或代理人的戰爭 其實看起來是惡進美退 就是美國拱手把這樣的對敘利亞的影響力 拱手讓給俄羅斯 看起來是這樣 那現在還有北約組織現在的發展狀態 我們有沒有掌握 因為最近還有北韓持續在發射導彈 那日韓的關係又惡化 可是中韓其實他們關係是在進展當中 尤其我們美飛軍事同盟 他有可能結束 那他結束以後 第一島鏈其實已經不存在的情況之下 要把這個封鎖的責任交給日本跟澳洲 是不太可能 所以就我們的掌握跟理解 誰會形成這個導鏈的圖傳點 可以掐住中國大陸的咽喉 讓他好像如魚魚刺在喉的那樣子的痛點 誰會是這個圖傳點 第三個問題 疫情過後 其實美中他都有壓力過存在 他們需要宣洩的情況之下 誰會首當其衝 在大國博弈之下的台灣安全是什麼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美國駐軍台灣 我想請教局長的看法 就是四個問題 是不是局長可以就你的分析 還有講過 很簡單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什麼這樣分析 就平常收整資料 一個小的一個結論 這個疫情 我們台灣做的真的算不錯的 我也不要再做宣傳 假設在國外都到我們來取經 但事實上我們有數據可以做比較 每天這個指揮中心都有公佈 而且我們做很多防儲 我想這一方面是的確 我們做管控不錯的 但影響的話 的確會有影響 因為現在的世界 不管有沒有邦交 他的經濟 他的這個貿易 或者是很多機械 的設施開發 都是一個連貫的 甚至於生產 科技人員的這個交流 那都是連貫 不管有沒有邦交 我想這個疫情 受到這個波折以後 中國大陸它有影響 它不直接對我們的話 它最起碼也會波及 包括它的產物鏈 它產物鏈 我們台灣可能有些 產物鏈的 不管是上游 中游或者下游 可能會沾到 因此也會受到波及 第三個關 您講的 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 因為我講的 提了四個問題 我想 待會兒 你們可能有時間 做更詳細的 一些書面補充資料 可是我要在這裡邀請局長 可以確切的答覆 剛剛我講的是說 中國的疫情控制 以及恢復 它如果早於世界各國 因為它在各方面 我們可以跟中國保持距離 甚至對它排懼 可是從這一次的疫情發展看起來 中國它打了一個噴嚏 全世界都發燒 中國如果發燒 其實大家情況都不得了了 它有非常重要的一些相關的一個角色 所以它如果是早於世界各國 會是什麼情形 就剛剛的四個問題 我們希望局長可以 國安局可以提供完整的書面資料 分析報告 因為我們看 我們每次的分析報告 大概都只是很短視的 或者很局限的 只有對岸 很少數可以看到整個國際局勢 台灣在國際局勢當中 是什麼樣的角色 現在已經不是我們自己的 區域安全而已 它整個地緣政治 整個國際局勢牽動台灣 剛剛我講的第一島鏈的問題 台灣是不是會是下一個戰爭的熱點 這個也請讓我們全體國人知道 我想要請教局長 美國駐軍 在台灣你的看法是什麼 這個目前就講 就已經牽涉到一件政治問題 因為中國人也有放話 講說怎麼樣攻打台灣的條件 這個包含當中一個 所以會不會啟動這個方案 我想大家要經過一個政治的考量 才能夠做這個決定 要經過考量 所以有可能嗎 主委員會針對哪一方面 就是說駐軍 美國駐軍台灣 對 這個我們 有可能嗎 有沒有可能就 就看雙方的局勢太 哪雙方 就美中之間 跟我們台灣本身 我們的著眼 如果美國駐軍對台灣 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剛剛不講了嗎 中共已經放話了 因為美國駐軍 需要靠外力來協助我們 對 需要靠外力來協助我們 我們自己本身的國防 我們沒有辦法自救 我們國家從來沒有任何一個 依賴講說外國來什麼援助 但我們一個小的國家 他一定有作為講說 假如別的國家願意幫我們 我們當然是樂於接受 但我們不去求別人 而且不去指望別人 這是我們一直有的作法 局長 我們在這裡提醒一下 你說我們需要別人來幫我們的時候 請看看現在的虛力 請看看現在的庫德主 請看看現在還有很多 包括像阿富汗 包括像他們這些相關 當初接受幫助的國家 或者像這樣的族群 他們現在面臨的是什麼狀況 你要清楚的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不是需要其他國家來駐軍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國家自己就國防部長 是這麼說的 是啊 我剛好也不會跟委員報告 你說有可能嗎 我們從來沒有依賴 我們從來沒有依賴任何國家 你說有可能嗎 可是你認為可行嗎 對不對 我沒有認為可行 所以你認為怎麼樣 如果美國要駐軍 你必須要很清楚的 你的立場 那大家要討論啊 不想參與計畫就進來啦 也不想我答應他就來啦 所以有可能嗎 你現在就是說他可以嗎 沒有可能不可能 我們國安單位對於事情的研判 要有爭厚 要有一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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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媒體借用網軍 我們一些說法 我們台灣要成為美國的第51省了嗎 到現在其實局長你的角度 你的立場顯然跟部長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很想要知道的 包括這一點也請用書面報告 提供給我們委員會 讓所有的委員都很清楚了解 台灣現在的局勢 台灣的安全 我要特別說明 我跟國安部長 有沒有什麼立場 一樣不一樣 我也是軍方出身的人 我們沒有商量 但我們就有個共同認知 國家的防衛絕對不能依賴外援 這是一定的 委員不要講 你要跟國安部長什麼小碼不一樣 我就覺得想說 不要把這個東西套套套亂了 我也剛才也強調很清楚 要有爭厚 如果牽涉到台灣國家的整體發展跟利益 還有全民的生命財產 這個已經不叫意測 而且已經有消息這樣出來 我一直在講 伊斯安不是一般的名嘴 如果他提出這樣子的想法 而且他又是我們很重要的智庫 我沒有講的意思 請提供我們剛剛提到的 四個衛魚的一些書面資料 你可以把書面資料 讓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台灣的安全在哪裡 我們未來國家的安全在哪裡 還有我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哪裡 請讓大家不要只是看現在的我們的戰績 或者其他的 我們希望整個國際對我們的影響 尤其中美 大國博弈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謝謝 好 謝謝毛委員 我們要請國安局 把毛委員剛剛來不及回答的問題 用書面報告提供給我們外委會的所有委員 請陳柏惟委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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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